《锤调诸天》第二卷 第26集 雷泽 这些弟子可没少见过龙脉 可现代龙脉一身的气息愈发地可怕 龙威震慑诸天 这是高等生命对于低等生命天然的压制 除非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才能够无视 眼下这些弟子实力不够 龙脉又是接连成长 自然会出现现代这种情况了 龙脉比起之前可是成长了不少 体型也是之前的数倍 一颗龙头就堪比一座山峰 龙脉的一对毛子中蕴含着高傲 对于四周的万古天宗弟子不屑一顾 龙脉尽管还没有化龙 可是却有着龙类的通病 高傲无比 要不是北风体内的月压血脉远远超过龙脉 龙脉也不会对北风如此的亲近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龙头微微开启 一道人影自其中走了出来 当北风走出来的一瞬间 龙脉向着四周弥漫的威压 瞬间消失不见 众多弟子也是自龙威之中清洗过来 纷纷地攻身行礼 龙脉摇了摇头 不舍地看了北风一眼 而后咆哮一声沉入到大地的深处 北风也是不在意 直接向着远处的通天山赶去 之所以出关呢 自然不是因为已经彻底掌控了叶压血脉 而是因为天门的建造已经差不多了 北风自然是要亲自到场 缺了自己 这天门只能是空有其表 只是一步迈出 上百万里外的通天山上空的空间 顿时裂开 北风自其中走出 参见宗主 几位殿主也是纷纷地迎上前来 打亮着远处的天门 北风开口询问 见到天门的进展如何了 宗主 举整个宗门之力 耗费海量的资源 天门的大结构已经差不多了 如今镇法殿的诸多弟子 正在布置阵法 炼气殿的店主恭敬地回答 还需要多长时间 看向远处已经大便模样的通天山 北风暗中点了点头 嘴多再有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就能够见到完成 炼气殿的店主 打亮着北风的脸色 小心地回答着 北风点了点头 通天山已经成为过去了 这一座高达百万丈以上的 庞大山峰 再举整个宗门之力 半年的时间将其掏空 庞大的山体被掏空 让原本的通天山 成为了一道 高达百万丈的 巍峨的门户 大门主体 乃是通天山之上的石块 此外 在这些石块上 熔炼了无数珍贵的矿石 由炼气殿的弟子出手 将其淬炼成了 一件另类的巨大的神兵 这一件门户 就是一件庞大的神兵 消耗了无数的材料 之后 再由炼气殿弟子 与阵法殿弟子 相互配合 在巨大的门户之上 每一寸的地方 都不知阵法 眷刻着无数的纹路 门户耸立在天地之间 气息微厄 人类在其面前 显得是如此的渺小 整座大门 消耗的资源 足以炼制出来 无数的地兵 坚不可摧 就算是催动地兵 也最多是在大门上 留下一道印记 要不是此界 已经晋升成为超级星辰 就算将万古天宗掏空 也打倒不出来 这样一道门户出来 三天的时间而已 北风有足够的耐心等待 说实话 能够在短短半年之中 就建造出来这样一道雄伟的门户 北风都觉得很快了 三天的时间 北风就是在调养自身的气息 让其保持在最为巅峰的那一刻 嗡 三天之后的正午 门户突然爆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强大的威压 自门户之内向着四周扩散 一阵强烈的风压 以门户为中心席卷八方 高空之上 方圆百万里的云层 直接被震碎 门户成了 消耗海量资源 在其上 每一寸地方都布置上了阵法 眷刻纹路 使得这一刻的门户 形成了一件巨大的神兵 纹路亮起 阵法复苏 门户每时每刻 都在吞吐着海量的灵气 天空都是暗了下来 一道的惊雷不断地落下 击中门户 无数道雷霆落下 将门户所在 化为了一片雷泽 诸多弟子快速后退 心中后怕 方才只要稍微地慢一点 就是生死盗消的下场 北风在了一群 万古天宗高藤的陪同之下 走了出来 站在半空眺望远处 远处每一道落下的雷霆 都能够击杀风黄剑的巅峰 如此多的雷霆汇聚在一起 威力也是不断地叠加之变 不死境 进入其中也讨不得好 每一道雷霆击中门户 都是让门户一阵地颤抖 达到了最后 漫天的雷霆 仿若雷铺 直接冲刷而下 将门户淹没在其中 这等威势 看得一众万古天宗的高层 头皮发麻 雷霆在这一刻 仿若是化作了天宫手中的锤头 不断地敲打着门户 无数的杂质 自门户之内脱落 但是诡异的是 门户之上的纹路 以及阵法 没有半点的破损 相反 在雷霆的洗礼之下 反而是由表面开始深入 无数的阵法 以及纹路 沉入到门户之内 表面之上的海量珍惜资源 也开始融化 开始融入到门户深处 到了最后 整座门户原本的材质呢 却是已经看不出来了 与万古天宗无数人的目光看去 只能够看到一道 顶天立地的门户 爆发出了一阵阵耀眼的火光 原来还能够如此练起 阵法 这才是真正的阵法 阵法天成 其余殿的殿主 以及弟子 只是来看个热闹 而炼气殿及阵法殿 上至殿主 下至刚刚入门的弟子 都是双目火热 神情激动 喃喃自语 海量的纹路阵法 以及锤炼的方式 一点点的演变 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每一个人 都是有巨大的收获 相信之后的造诣 会提升一大截 到了后期 雷霆如同一柄大锤 不断地敲打着门户 让门户上的珍惜资源 以及阵法纹路 一切都开始融合为一 当最后一道天雷落下之后呢 就像是 引发了质变一样 惊天的爆炸发生 刺目的光芒 笼罩天地 北风站了出来 催动一身的力量 星天五行印 直接在手中凝聚成形 而会印下 恐怖的爆炸余波 被北风一己之力挡下 余波以北风为中心 被撕裂出来 一道巨大的口子 而其余方向的余波 没有北风出手 却是浩浩荡荡的 向着远处涌去 所过之处 雷蛇翻飞 大片大片的地面 直接破碎 一切都被泯灭 自星辰之外看去 只见一团刺目的光芒爆发 如烈日坠入到星辰的内部 恐怖的爆炸余波 形成了一道圆形的屏障 以门户为中心 向着四周扩散 要不是北风出手挡住余波 在场的弟子 恐怕会死伤惨重 仅仅是刺目的光芒 就足以让风凰镜舞者 被刺瞎 更别说随之而来的冲击波 以及炙热无比的高温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